韩信如何用三万人击亏二十万? 敌方谋视李佐车建议主帅不用鸟,韩信那点人就是个弟弟,抄他后路,他就要跪。 然而韩信的情报工作做得好,早知道李佐车在对面也是弟弟没人听他的。 于是被水猎阵搞防御攻势,派出骑兵分队去抄后路。 敌方主帅赵王歇号刚歌以君子之道和韩信交战,等韩信准备好了再来攻击。 韩信心里有数,面对七倍敌军硬是抗了下来就等小分队唱一曲菊花残。 赵王歇打了一天饿了要回家吃饭。 发现家里被端后面有杏哥追击二十万人顿时溃散。 被水一战战法后市成功复制者趋直可数把自己陷入绝境动弹不得还能取得胜利靠的就是韩信的情报工作太好。 犹如开了天眼,韩信所训练士兵太厉害,在绝境中仍能执行命令你不点赞谁点赞。 下期讲韩信灭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